台南市议会今天出现了丢垃圾桶的场面 民进党和五党籍因为开会人数起了口角 结果五党籍的议员曾顺良 随手拿垃圾桶朝民进党的议会总招 曾王亚云给丢过去 现场情况如何 请记者翁成文告诉我们 台南市议会上午开会的场面非常的混乱 民进党还有五党籍联盟呢 就为了开会的人数呢 炒个不停 没有想到五党籍联盟的市议员曾顺良 就拿起了垃圾桶朝民进党的总招 曾王亚云扔过去 我们来看现场情形 好可以看到台南市议会呢是乱成一团闹轰轰的 那么这位留的长头发呢 就是民进党的总招曾王亚云 他拿着扔过来的垃圾桶呢 大表不满 直问曾顺良怎么可以在议会呢 丢垃圾桶 而曾顺良呢也不该示弱 双方呢是炒成了一团 尽管呢垃圾桶呢没有砸到人 不过曾王亚云非常的不满 谴责议会的暴力 而曾顺良呢也不服输 他说呢他是因为要制止大家 再继续炒下去 所以呢随手拿起垃圾桶 往民进党的方向来砸过去 因此呢他也不会道歉 而这一出呢砸垃圾桶的戏马呢 也在其他议员的劝阻之下 没有演变成进一步的冲突 以下是目前现场最新星 镜头还给彭内主播